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铃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2006年10月被谷歌斥资 16 5亿美金收购 这曾是全球视频行业绕不过的一个大事件 当年被谷歌收购时 业内曾一度不看好 认为谷歌耗费巨资 收购了一个带宽服务器 内容版权成本消耗中心 YouTube所代表的UGC模式在商业化上没有出入 虽然谷歌一直拒绝透露YouTube业务营收相关的信息 但经过7年时间的验证 不得不说YouTube正在成为谷歌体系内的香波波和新现金牛 首先投资分析研究机构纷纷看好YouTube 并给初高营收估算 摩根式单例方面数据显示 作为一家视频网站 YouTube今年总营收预计将达40亿美元 尤其重要的运营利润达到711亿美元 它还预计称到2020年 YouTube营收将突破200亿美元 运营利润则达到50亿美元 而股权研究公司Hudson School Research分析师罗里马希尔 Roy Moore则发布报告称 YouTube今年将实现37亿美元毛收入 前花旗分析师马克、马哈尼、Mark Mahaney推算YouTube去年总毛收入为36亿美元以上 年增长率大于20% 而到今年 其总毛收入高达50亿美元 其次 全球网络巨头正在争夺158、2亿美元 移动广告市场盘子 YouTube成谷歌布局 移动广告的重要棋子 市场研究机构 eMarketer上周发布的最新全球媒体研究报告 New Global Media Intelligence Report显示 2013年 全球媒体广告总支出将超过5000亿美元 其中移动广告支出将达到158、2亿美元 目前谷歌、Facebook、Troger等都纷纷展开抢食 根据eMarketer在今年8月底发布的数据 谷歌将占到2013年 全球移动互联网广告收入的53% 谷歌之所以能够在移动广告市场 占据半壁江山 核心离不开 移动搜索广告 移动应用广告AdMob和移动视频广告YouTube3 大体系平台的支撑 YouTube目前在全球拥有约10亿用户 其中四分之一为移动用户 今年6月初Google曾首次对外透露了YouTube移动视频广告的销售业绩 称其在半年里增长了两倍 占YouTube营收的20%到25% 再次在谷歌体系内部 YouTube正在成为公司最牛人才的流向中心 根据21世纪经济报道的披露 YouTube目前在谷歌内部的侵略性和重要性 颇让记者惊讶有技术实力和精明的家伙都去了YouTube 现在他们是最具侵略性 Adversive的并且已经把一个快速烧钱的业务变成一个有点赚钱的生意 谷歌地图是谷歌的一个战略性资产 但与YouTube在这两方面相比 简直是小屋见大屋 而YouTube的这种人事流向变化 大概发生在今年年初 最后创立8年多的YouTube 目前仍旧在快速奔跑和增长的路上 不乏并未放缓 今年5月份 YouTube官方在其8周年纪念日上宣布 用户每分钟在YouTube视频网站上 上传视频超过100小时 与两年前相比 用户每分钟上传视频48小时 而去年则上升至72小时 创立8年多 但YouTube的发展速度仍然没有减缓 目前每月全球用户访问量超过10亿 接近全球网民人数的一半 56网CEO周娟曾表示 YouTube的成功证明了 UGC模式是可行的 只不过由于中国视频行业的滞后性 UGC模式盈利和崛起还需要一段时间 比如国内最早的视频网站 56网 土豆当年都是UGC视频模式的效仿者 后来又出现了PPS PPTV等客户端类视频公司 在后来搜狐视频 爱奇艺腾讯视频等富二代 也纷纷加入视频战局 这些公司中先后有标榜自己是中国YouTube 中国Kulu的 更有甚者宣称自己是中国版YouTube加Kulu加Netflix的 然而时过境迁 优酷 土豆合体了 不再主打UGC了 爱奇艺和PPS也成了一家人 发力移动视频 PPTV却还处于被收购的风口浪尖 腾讯视频还在 傻大憨厚的赔钱杂钱买英剧 美剧 好莱坞 国内的视频行业 除妖谷乐视实现盈利外 其余视频公司仍旧处于烧钱阶段 反观海外的YouTube 互录Netflix却各自活得很好 究其原因 无非是因为后者更为专注 持续深耕和看重未来 目前唯独被人人网收购的56网 还在坚持UGC模式和战略 并拥有中国视频 行业最大的UGC视频库 且由第三方原创机构制作的精品 UGC内容正快速增长 这与YouTube的发展路径是一致的 而YouTube营收的亮丽前景 也证明UGC模式仍旧是视频行业最具 可持续性的发展和盈利模式之一 这对于中国以56网为代表的UGC建长的视频网站来说 无疑是更加坚定了其信心和未来盈利的前景 其潜力和价值也值得引发视频行业重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